今天的独家特色我们要带您看新北市一群喜爱遥控模型飞机的玩家 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 靠着去操控这模型飞机翱翔天际 遥控飞机呢是仿造真的飞机打造 造价并不便宜 而玩家除了律师跟医师之外 还有华航跟复兴航空的机师 同时也有地勤人员 因为自己近视 没有办法真的开飞机 透过遥控飞机呢也能实现梦想 逆着风直线升空 在天上旋转侧翻倒飞 还以为是美国特计机来到台湾耍花招 但仔细看地面上有人拿着遥控器 控制这台五颜六色的模型飞机 驾的是95无线汽油 模仿真机制作而成 一台要价10万元 用手转动螺旋桨 这种战斗机启动后引擎声更响亮 针机出现在二次世界大战里 还有仿大型针机四米宽 从国外进口立起来比人还要高 一架要价50万的模型飞机 玩家一接触就停不下来 这个好像是一个基础 那很多我们遥控飞机的一些飞友们 他们玩了遥控飞机之后 他们可能会去尝试清航机啊 带着连接眼镜两手滑动遥控器 这个玩家玩的也是遥控飞机 不同的是飞机上有镜头升空时 影像传送到眼镜里 就像真的在开飞机 其实这个玩家的身份 就是华航雪梨地区的地情 工作上你没办法去飞 但是你可以靠着这些电动玩具 去达到你像鸟一样飞翔的梦想 这群玩家来自各行各业 由人远从日本来 在台湾找到红号 也有医师律师华航复兴航空机师 下班后也来晚一下 享受翱翔天际的快感 接下来李东轩 吴亦轩新北市报道